歸到我們依法專業的這個審定 我想這是一個民主社會的一個遊戲規則 我們知道這個山頸的議題 到目前為止要再討論下去 說我們百分之百得到共識 那麼大家委員也都承認也都指教過 再談下去它還是一個選擇的問題 除非專業今天上面 那麼出了一個嚴重的一個差詞 我想就是說我們就請各位委員針對 接下來的一個綜合性 是不是要大家互相的討論跟指教的地方 我們請委員發言 來 您委員 因為剛剛是詢問了 但是我就提這樣的觀點 第一個 未來大概就是回到委員會 這個大家有沒有 我不曉得會不會有共識 但是這個背後 當然因為上次的那個公經會的共識就是要努力 只是多少年多久的問題 那所以我會提10年的方式來處理這個 因為我想你們在座都不是 大部分都不是交通專家 沒辦法處理這個問題 到底誰對誰說 說交通局說 我們也承認我們也很難承認 所以回到交通有關的專業裡面去 我太大部分就好不會吧 裡面他就最後如果告訴我 告訴我的 他是十年內做不到 那就恐不到 那十年內做得到 那就不要移 那不要移就有不要移的規劃方案 還是維持 我同意他維持八線道 但是將來呢 如果做得到 那將來會做到六線道去處理 那達到我們的理想 那如果做不到 就是三十五年以後的事情 我也可以接受 那就是三十五年以後回來 但是也是要經過交通管理跟交通政策的扭力 才做得到 不然不可以 不然給我二連五零的那一張呢 還是發現到這個就 你知道我們也就不用談了嘛 對不對 就根本沒有共識 連共識都沒有 吳媽市長的共識都沒有 裡面就全移了 回不去那就不談了 所以大概有共識的前提下面 我來提的是說 這個交通這個問題呢 請督教我們會給我們一個答案 可不可以 但不能接受是只有這個交通局的講法 就是有專家相關的 包括名牌他們去找的專家 包括等等都可以給我們一個答案 結果有個共識 這個我想應該可以接受 不然就沒辦法處理這個問題 我想請再一次的請教一下交通局 因為我去年剛好有機會到新北市交通部改善方案